好,资料的选取 平常我们使用选取资料 是使用滑鼠 拖曳 这样可以达到我们选取 文字内容的一个目的 那在Write这边提供了另外一个叫做 区域选取 他可以选择这样 一个方块的内容 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那如果你要选择诊断 可以连续按滑鼠三次 他会把整个段落 选起来 那我现在选择的是区域选取 所以他只能选一个 区块 那你编辑 选择方式标准 滑鼠按三下可以选择诊断 滑鼠按两下 滑鼠按两下他会把 旁边这个 小 连贯的地方帮你复制起来 那你也可以使用 控制键 来跳着选取 控制键压着不放 Ctrl键压着不放 那我可以选择 一小区块 再选择另外一个区块 再选另外一个区块 这样不同的选取方式 可以让大家 产生不同的 效果 有时候我们会用到 这样不同的 复制区域 方便大家操作 感谢观看 看